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妹妹, 這麼晚都不睡? 養兒一百歲就長休九十九 媽媽想睡都要睡得著才行 什麼睡著? 若你和群姨又和好如初做好姐妹 我和飛雅在一起了,有甚麼好犯 群姨那裡當然沒問題 不過這樣 甚麼 梁叔叔父女那裡,怎麼收拾 梁叔叔和玉婷就是你的事 我一直都沒說過要和別人在一起 是你亂點醫藥才弄成這樣 關我甚麼事? 話說回來,我覺得婷婷真的不錯 她的樣貌、身材真的很骨子 再加上又知書識禮,又大方得體 如果她當我媳婦,媽媽真的沒甚麼意見 你剛才在飛雅兩母女面前 你口口口口口口答應給我們一切 你不是想反口吧? 我先說明說 你…你又逼我和玉婷… 我又是離家出手了 走… 我在你心目中 是這麼不講道理的人嗎? 我知道,感情這件事 不能勉強,勉強沒有幸福 是呀 不過這樣,男子看大丈夫 錯就認,打就要站定,對不對? 剛才你不喜歡別人 就大聲點說, 撇脫點說 我責任在你身上 我… 當然有責任, 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去為你好 我才把好的介紹給你 你是不是有責任? 你有責任, 所以你應該去 跟別人陪你道歉, 登門拜訪 行了…當我怕你了, 道歉就道歉 你答應吧 不過現在太晚了, 明天才到 好 這麼客氣, 想你坐就好了 死死… 一場同學這麼破廢, 幹什麼? 來, 坐… 坐… 梁叔叔, 是 我前陣子去上海工作 還有上海的手信, 一點點意思… 這麼麻煩? 阿嬸 是 正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 你們倆上來是不是提親了? 老爸, 你說什麼? 我只是說說笑而已 阿嬸, 你們倆眼神這麼怪 是不是有些話想說呢? 阿嬸,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倆父母今天專程來是… 是父親請罪 我們倆想跟你父女說一聲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那個臭小子 想和阿飛顏在一起 其實不是想和他在一起 是已經在一起 婷婷, 是阿姨對不起你 你是一個好女孩子 有時候現在是新時代 是嗎?父母之命, 回卓之言 那些都很討厭, 你不要怪阿姨 是不是真的? 說得對 是 婷婷婷, 你太過分了 女兒… 你這個死人, 看天佑 蘇苗善, 你前幾天跟我說 一場誤會, 過幾天給你滿意的答覆 原來你上來跟我說 對不起三個字是滿意的答覆 你真人渣, 騙子, 欺騙感情 你別罵我, 我又沒有欺騙感情 欺騙感情的是她 你說甚麼?沒有欺騙感情 我沒有欺騙的, 我沒有欺騙過 還是沒有欺騙?我不會相信你 你倆母子, 忘恩負義, 招唇無措 你快拿東西, 走… 馬上小心, 走… 你很激動 你怎麼樣? 我沒事了 梁家英, 你有心臟病的 你冷靜一點, 好嗎? 陸家英, 你覺得你需要補償嗎? 如果需要補償, 你馬上告訴我 我絕對不會說拒絕的 你說的 阿婷送給你家的東西 你把我拿出來 應該… 她好像送了幾盒棉膜給我, 沒了 甚麼?棉膜不用錢了? 要…沒錯, 要計清楚 幾盒棉膜, 三塊水應該可以吧 三塊水… 我不要你一臭錢 阿婷送給你那些康家的東西 一件一件, 原本不就筒, 扭出來 梁家英, 你也很過分 你這麼繁忙, 你是強人所難 棉膜敷在臉上用完後 拒絲筒, 我撿給你, 你要不要 你還說你自己不是騙子? 你… 現在… 現在說吐不出來了 你這麼快反口, 你真是… 好, 我答應你, 我給你吐 希兒, 幹嘛學你這種手藝?走 走… 拿東西走 我給你吃 好… 好, 我有東西吐 老闆娘, 這麼多包裹 你不是好像圓圓的病態網購嗎 你以為我想這樣嗎? 要短時間內湊齊三個牌子 七個系列, 一共八十多張面膜 可憐 到處也不能賣, 只能上網賣 賣相網賣, 原來每間店都有 這間買幾張, 那間買幾張 現在才集團, 七合 你怎麼說到我都亂了? 好像在說什麼玩遊戲的 什麼召喚神龍 什麼來玩? 我也不知道, 我先做事 好…辛苦你了 媽, 你這些是玉琼之前 送給我的禮物, 我打扮好了 明天你整個箱子給梁叔叔吧 這麼多? 你真的收藏了人家這麼多禮物 怪不得人家梁叔叔不肯過你 神女有夢相黃真是無心 那間物歸原主, 沒拖沒險 今晚可以睡個安樂假 女兒, 時間到晚吃飯了 來, 出去吃飯 這麼餓? 我… 女兒, 你茶飯不思 很容易弄壞身體的 爸爸見到你自暴自棄 真的很心痛 一天最壞是你蘇苗禪的兩個兒子 一頭就牽著我們 另一邊就跟何愛群的兩母女 你明來眼去 不過你放心吧, 女兒 爸爸這次都替你出頭 你看, 你看見這些東西 你會整個人都會開心 來, 看看 這是甚麼 不看 美顏紅臉鐵膜 好, 寶水梁莊 淡化色斑 之前你給看家的兩個兒子那些東西 我一次過叫他們吐出來 他們這麼沒品 我抑街邊的乞意也不抑他們 女兒, 你看 我出門了 怎麼了? 女兒, 女兒 你為甚麼哭 爸爸幫你拿回公道了 你為甚麼哭就哭 不要哭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放我出去, 我好煩 我好煩, 你出去 爸爸, 出去… 看你阿婷賭物私人捉警生情 四天宋苗禪 害得阿婷雞毛鴨圈 我再撞你一筆 我梁家英都沒得吊出來寫 老闆娘, 我看你在這裡照鏡 照了一整天, 你在這裡照什麼? 不是, 我…我的眼睛呢 已經跳了一整天 真可憐, 肯定有事發生 你別自己嚇自己了 電視上已經闢過窯了 眼眉條其實就是臉部機 有的一種叫做甚麼? 抽搐動作, 沒甚麼的 跟那些甚麼算命的事無關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不, 我覺得氣數已盡, 殺到來了 蘇姨姐 好了… 我先走了 英姑 蘇姨姐, 你甚麼事?大駕江臨呢? 我突然想起了 你之前叫我給的那些東西 我全部都送回去 貨物沒問題 是呀… 問題是數目有問題 數目有問題? 我會想起了 我真是… 我… 我要… 我… 腦袋 我們要的 你會想起它 我會想起它 我會想起它 你會想起它 你會想起它 我有一天 你會想起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ngle 性格 informação 還有你們漢家 常害得阿婷 Gob 沒來精神,精神補償也不用計 還有 朋友, 你看天憂, 騙了我女兒兩次 精神補償, 精神損失費不用計 給, 五千嘛 你等著, 我給你五千 這裡五千塊, 數一下 我怕你少了我 你兒子就欠不下, 不過你做媽媽的 免他合格吧 謝謝表楊… 你無物, 直教人生死相去 湯天憂… 停, 別喝太多了 你看, 看爸爸拿些甚麼回來 大拿拿五千塊 拿去買衣服也可以, 買收也行 甚至去泰國走一轉也可以 來, 拿著 這麼多錢你哪兒來的 問蘇苗蕾不拿的 現在他們母子 每天都受良心的險責, 道德的責備 別說五千, 拿一萬他都不敢說 爸爸, 你又問蘇苗蕾不拿錢 女兒, 你這麼激動, 做甚麼 我…我看你受委屈, 就幫你出頭 不然他拿回多少錢 你之前幫他做生意, 拿回少許很應該 錢…你拿著這麼多錢有甚麼用 錢可以賣人心嗎?可以賣到愛情嗎? 甚麼都不行 不用想太多, 做甚麼 梁先生, 又是你嗎? 你之前叫我噴了禮碼 還給佣金, 那你今天… 你之前給了一點, 只是經濟賠償 精神上我還沒跟你算 不是, 你的兒子騙到我阿婷 應該整個人都被罵了 那數要怎麼算 你別這樣 你想怎樣, 你就開口見誠說, 是嗎? 那你叫平私肯放過我的兒子 現在我阿婷一天借酒消愁 整個人都被罵了 都是看天憂所賜 所以天憂要照顧阿婷 等阿婷重新振作之前 找到新戀情之前 她要一直照顧… 你這樣就是強人所難 甚麼? 萬一你女兒一人不嫁 那我兒子也要陪著她, 是嗎? 你…你這樣就是類鬥類 大家抱著一起死 你一天又弄得我女兒這麼傷心 我不會讓你看家有好日子過的 我告訴你 阿婷, 她爸你這樣說話就不對了 俗話說得好, 搶扭的瓜不甜 感情這件事哪能勉強 再說了, 我們家天憂喜歡誰 那是她的自由 你不能丟臉, 看家裡 我… 大嫂說得沒錯 有句話這樣說的 事可殺, 不可用 你之前叫我退禮品、給勇金 我也可以忍受 但你叫我兒子陪葬就誤會假的 你搞住他, 我就跟你死過 那是你兒子有錯在先 你比我還兇 叮叮… 你不要做傻事, 你戴好連話 你怎麼這麼衝動 放手 薄膜 你真是 對不起, 我沒想到是你, 包丁 要不就是你, 你這樣抱著人 是女孩子以為你會想薄膜 你沒證明, 別這麼說 我剛才看見你, 神色方丈 我以為你想不好了, 想跳河而已 我跳命那麼值錢 我才不會做這些傻事 那就好了 我聽說那些人傳得那麼厲害 我怕你聽到那些閒言閒語 那些人在唱我嗎 你老爸那天為了你那件事 和天丘媽媽吵了幾次 整條槍成佳, 誰不知道 好事不出門, 壞事就傳千里 看來我都沒面子見人的了 那你不要怪你爸爸 你爸爸一想就幫你出口氣而已 自從我媽媽過世之後 我爸爸每次都為我著想 他又很怕別人去欺負我 令到我在別人面前吃虧 但是他越是這樣 我就覺得自己不知道自己 究竟要做甚麼 自從認識了天丘之後 我就很羨慕看家的家庭氛圍 每天都很熱鬧 我自己也很想有這樣的家 那你的心情我很理解的 就像我和阿飛眼那樣 青梅竹馬從小玩到大 永遠都是他陪著我的 那我就以為那些叫愛情 直到他匯婚的時候 我才明白到 一直以來都是我一廂情願 還弄得我的舊病復發 舊病復發?你…你沒事吧 你不用這麼慌張 我是心理病 嚴格來說只是一種心理障礙 現在沒甚麼了 阿飛眼、天丘都走來開解我 又運動、又做甜品又成這樣 我現在真的完全康復了 那就好了 失戀的感覺有多難頂 我完全頂得到和明白 以後交給我包丁 只要你有願意的話 我帶你走出這個陰影 真的? 真的 謝謝你,包丁 今天周圍,你為甚麼不讓我在家多睡一會 一會兒一會兒爬什麼沙 你經常睡…睡得多,人都會抑鬱 出來爬山運動,吸收大自然的精華 人心情好一點 而且專家研究時 多點曬太陽、多點運動的人 失戀也治得好 有這麼神奇嗎?哪個專家說的? 喂…你不要告訴我 專家是你吧? 是呀 你不知道我的網名叫Dr. Bao嗎? 我跟你說,出來運動運動得多 就可以打開我們的毛孔 流汗流多點 然後我們的心情就很舒暢 再者可以透過太陽內的紫外線 殺菌它,促成我們合成甲狀線素 還有身上線素 最好這個過程是吃一顆維生素 一定沒問題 這樣可以嗎?你繞到生意嗎? 地球是圓的嘛 大功告成 很漂亮 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是嗎? 你的臉有很多東西 有甚麼? 我幫你抹一下 我請教你 哇,這個蛋糕好漂亮 你怎麼做的? 好厲害 你想學嗎? 我教你,跟我來 好啊 好 現在蛋糕就做好一半了 我可以加水果之外 再加些堅果類的也行 不是呀 這個就是你所說的失戀治療法 這個奶是叫朱古力蛋糕 當中附含了本安酸和可可鹼 可以令到我們精神為之一陣 同時吃點甜食 可以刺激我們的大腦分泌 一個叫做內啡胎的東西 分泌出來之後 我們情緒會變得更加穩定 你不用多說 你只是告訴我 吃了你的蛋糕 會不會引得像你那樣肥 你給我定 一個好的西餐廚師 同時也是一個優秀的營養師 想吃得漂亮 身材又不會不漂亮 包在我包燈身上 很棒 我已經說了 包在我包燈身上 一定沒有問題 你很厲害 十幾分鐘時間 就做出這麼漂亮的蛋糕出來 厲害嗎? 試過再試 試試 你喜歡這個朱古力蛋糕嗎? 來 很好吃 之前飛顏是陪我散心的 她又開解我 又陪我爬山 又逼我朋友圈做點心師傅 誰知道做完之後 整個人真的開心了 又是羅飛顏 為甚麼我身邊的人 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我心裡都是想著羅飛顏 難道我最後一點的開心 也要被她破壞 不…玉承, 你聽我的解釋 你不用解釋了 如果你掛著羅飛顏 你就去朋友圈找她 不用找我們攝時間 一個一個都是這樣 玉承 玉承 怎麼這麼巧? 情侶款? 你買了一隻, 那就算怎樣? 現在是你兒子和你女兒 對我的女兒不住 我決定和玉婷結婚 我決定的